《鬼灭之刃》在喜欢动漫的人群中 一定非常熟悉这部热血漫画是在2016年开始连载的 而且第一季的《鬼灭之刃》动画也已经完结了 官方也推出了第二季PV 看来第二季即将在今年开播了 不少观众表示 对于第二季非常的期待 对于这样的一部热血动漫 不少观众都当成是信仰一样的存在 现在这部作品已经完结了 对于作品中的一些暗示剧情也得到了结果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鬼灭之刃》中细节暗示 喜欢《鬼灭之刃》的观众 一定对于《蝴蝶忍》这个角色非常熟悉吧 她是整部动漫非常重要的一个女角色 得到很多人的喜欢 脸上总是带着让人充满温暖的笑容 拥有着超强的独立与料学能力 最喜欢的就是毒伤鬼了 而在设定中她也是一个一心求死的存在 在她死后不少观众表示 我说话了 通过现有的剧情 蝴蝶忍早就知道了《冰之鬼狂魔》 就是伤害自己姐姐的凶手 在《无限》成片中 蝴蝶忍在与铜魔的交战中身受重伤 但是在姐姐的国力下 她重现站了起来 用最后的力气 《无功之五百》所收复的毒 注入到了铜魔的活动处 虽然被她给分解了 但是她却发现了上前之二铜魔写鬼术的秘密 虽然已经没有力气 未来救场的香难夫当面倾诉 但是她在被铜魔吞噬前 曾经给香难夫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几手势 在剧情还没结束的时候 很多观众都表示 这个手势应该想要告诉香难夫 铜魔体内的毒 需要多久才能起效果 而对于这样的猜测 在剧情结束后显然也是真相大白了 其实当时很多观众的猜测都错了 胡帝忍临死前留下的手势 并不是想要告诉他们 上前之二铜魔体内的子疯化度发作 需要多长的时间 而是想要对他们说 千万不要吸入铜魔血鬼术产生的冰晶 不然就算是神仙也难救 同理如果不吸入她血鬼术产生的冰晶 那么她的实力就会锐减 而对于这个手势真相大白后的含义 不少观众直接就哭了 蝴蝶忍就算到死 也在想着保护大家 因为蝴蝶忍以身为毒成为狐人 给吞噬她的铜魔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最后死于香难夫和一支柱和律之下 被称为活活浪死 铜魔的失败 最大的关键还是在于此 她对于蝴蝶忍的出现是比较意外的 也是随意的 但是蝴蝶忍不同 她在姐姐死后 就一直在为这一天准备 甚至和诸事的研究 都是为了击败上线之二铜魔 她研究铜魔的能力 喜好并针对这些饮食为毒 我的体内 红血液 内脏道指尖 充斥着铜花的毒素 37千克的全部体重 认为致死量的70倍 在铜魔吞噬狐蝶忍后 她的结局就已经写好了 谢谢大家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 感谢观看